嗨,大家好,在这里给大家拜年啦,祝好友们新年快乐,龙年吉祥 我的这些过冬的花花草草,终于熬到了二月 熬得过去的,挺得过去的,就熬过去了,没有熬过去的 基本上就挂苗了 进入二月后,有些花草开始发芽啦,有些没有 有些草花呢,看的状态不佳,但并不代表它没有熬过冬季 得耐心的等待,因为目前呢,还没有正式的进入春季 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你看现在我这个室内的温度是1.7度 今年想让你的花开得好 那么现在这个二三月,室内过冬的花草呢,出现了萌芽的状态 就一定要做好修剪和更换新盆土啦 做好这两个重要的步骤呢,那么就会直接影响到全年的花期和长势 月季品种繁多,哪怕是同类不同品种 包括每一个生长阶段的不同,种植环境的不同,植株高矮大小的不同 那么每一年的修剪手法也都会略有不同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与大家分享正在萌芽阶段的微月 如何给微月做修剪 这两盆呢,是去年新买的微月 这一类微型月季呢,通常都会是千叉苗 它们的抗寒能力是比较弱的 盆栽种植呢,我都会搬进阳光房里低温环境下过冬 如果是户外地载,一定要做好全套的防洞保护 零下十几度的低温,那是绝对扛不过去的 昨天呢,我已经给它们进行了修剪,还有更换新盆图 修剪方面就比较简单,所以我就没有录制视频 今天我就以这盆种植了三年的微月做示范 下边的组根呢,已经木质化了 而且呢,这条粗细层次比较多 那遇到的问题会比较多一些 那么今天就以这盆为例,与大家做一期分享 修剪之前呢,先清理掉下边的这种枯枝落叶 那有些没有掉落的叶片,不用管 那在这个萌发阶段呢 有些芽呢,就特别的饱满,都准备要展业了 那一定要给它们进行修剪了 包括更换新的盆土 因为这个盆土呢,经过一年的养护以后 里边几乎是没有养分的 而且月季是大水大肥 才能长得好的花卉 盆栽种植就有这个麻烦 尽量的保证要做到每一年都要更换新盆土 首先要了解微型的月季 它们的灌符通常都不会长得特别的高 大部分的微月呢,基本上是保持在 三五十公分左右,最高的高度了 甚至还有很小的微月也就是在十公分左右 就是那个灌符不会再长的 那么我的这一盆呢,基本上它的灌符 也就是在三十厘米左右 第一步修剪一定要看你整个这个株形控制在什么样的高度 确定了高度后呢,可以从中间往外进行修剪 像这类主根处已经变得木质化的这种木质感的 它下面的活性是减弱的 所以不建议进行过大的强剪 一旦进行强剪呢,它的生长周期就会延长 那么花期就会往后 像我的这盆呢,它枝条比较饱满 所以呢,以轻剪和修行为主 像这个微月先不用管它多少几分枝 只要它的这根枝条 能保持在这么粗壮的状态下的话呢 都是很好的 这个是比较细弱的 那么我从中间开始的话 我就要把它往下压 像中间的这一节的话 你看这里边有个潮里生长很饱满的芽点 这个潮外,然后呢,这个也潮外 我虽然说可以这么剪啊 可以保留,但我选择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根枝条是这盆花当中 生长在中间最强健的一根枝芽 后期它的生长速度是最快的 那跟旁边的这些细弱的枝条相比 中间的这根枝条就会特别的突兀 所以我选择不要 那我会把中间的这节剪了 要空气对流性也要好 那么在这个分枝上面呢 这个叶芽已经准备要打开了 这两个叶芽要这个潮外的这个芽点 先把这个高度控制一下 包括这个特别细弱的 这个潮外,这个潮里剪了 这么一枝一枝的来 这根枝条最顶端的是这个比较强健的 然后呢,它的芽包比较好的 还没有打开的 是这个 是这个 上边的这些呢 已经有叶片的 比较细弱的 不要,它的芽包在这 比较好的 还是相对饱满的 那我就把上面这些分叉的 都不要了,剪了 暂时留这个 我们现在只是先压灌服 那旁边的这个侧芽呢 这里是饱满的芽包 上边这两个芽包呢 比较细弱 特别是顶端的这个 后期生长会形成芒芽 因为饱满的芽包 在下边的这个 它吸收的养分会比上边这两个快 那么上边这两个芽呢 我们就直接不要了 然后侧边的这个也是 这个潮里,这个潮外 那我就把上边顶端的剪了 同样的 像遇到这种情况 上面的这个已经是去年 过冬之前蒙发的 这种已经形成芒芽了 那这种芽芽都是不需要的 然后这个呢 叶片已经准备要打开了 那先暂时的留 因为这个高度在这 那我就先暂时的留 既然剪到这根枝条 那朝里的这只 我就直接就不要了 然后里边的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这个朝里 这个朝外 顶端的这个不是很好 但是这里有空缺 这里可以让它往上生长 这根枝条上面的 这个芽包特别的饱满 这个比较弱 那不要 然后呢 这个也是去年流出来的 去年过冬前 长出来的芽 已经形成了芒芽 剪掉不要 但是呢 这个朝里 那我们就直接都不要 这里有个交叉枝 这根交叉枝 不要犹豫 这里有个朝外生长的 但是也不留 直接剪了 这根交叉枝 直接剪了 这根芽 也是去年过冬前 留下的 这些枝芽 全是芒芽 不会再长了 先剪一刀 剪完这一刀了以后 就能明显的看到 你看它 这里有这么多个分叉 都是短的 上面是没有芽点的 芽包在这个位置 芽包在这里 然后上边的这个分叉 都是特别短的 没有芽点的 那直接就把它剪了 留下边这个朝外的生长的芽点 这一只呢 上边这里已经僵苗了 僵苗了 然后芽包在这 那我就把它剪到这 这根朝里的 比较细的 我们就把它剪了 然后再看这根的高度 下边这个 这个芽包比较饱满 这个比较弱 剪了 这清剪了 现在目前都是清剪 这根枝条朝里的 这根枝条 细弱的朝里的 那我现在就把这种细弱的 朝里的 剪了 然后这个呢 朝里的 这一只芽朝里的 那这一只芽 我也把它剪了 中间的 这个罐符 基本上 这个高度就控制下来了 那么我们第二步 就是来剪交叉枝 然后再剪外围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把交叉枝给剪了 交叉枝像这一只 朝里的 你看这只朝里的 它的这个叶芽 朝外的在这 那我就把它剪了 但是剪了也没有用啊 它依然是朝里啊 那我就 继续把它往下剪 包括这一根枝条 它两个挨得特别特别的近 先把这个交叉枝剪了 现在基本上 里边的交叉枝都剪好了 剪好了 那我们就再来剪这个外围 外围的话呢 就很好控制了 一般通常的话呢 中间高旁边 旁边稍微可以往里收一收 这个是去年萌发的 这个芽已经僵掉了的 叶片黄 然后见光少 停止生长了 过冬以后呢 就僵苗 直接就是芒芽 那就不需要 直接把它剪了 然后这里有个芽包朝外的 这个呢 它的芽包还是很古的 上边的这个就剪掉了 顶端又是 这个芽是挡不开 剪掉顶端的芒芽 让养分能更好的集中 供给下边的这个健康的质芽 然后再调整旁边的 旁边的这一只的话呢 上面顶端这里已经 两个很细弱的芽 这个很细弱的这种芽 就不要了 可是意义也不大 你看我留着下边这个分叉 这个草里只是没有芽包的 那我就直接把它剪了 上边这里没有芽包 下边也姜苗了 这里有个小芽包 它是朝里长的 外边这里又没有了 那直接就剪到下端 就不要了 先别管它多少集分支 然后呢 这一只也是就一目了然了 这一只芽点在这 在这 然后上边这个芽包 是没有芽的 那就把它剪了 留下边那个朝外的生长 留下边这个 饱满的朝外的生长 这一只也是姜苗了 已经芒芽了 然后上面这个是弱的 先剪 再看下边 下边这里有一只芽 但是它朝里的 然后剪 不要 然后留外边 这个下边朝外的 这只也是同样的情况 健康的芽包 在下边 上边顶端两个呢 也已经坏掉了 毫不犹豫 剪掉 剪了 整个这个挂斧呢 旁边是矮的 像这只芽 你看它是这么长 然后歪出来 这样往外 虽然它后边 它也是会这么生长 你留也行 不留也行 有些新手花 又不知道什么芒芽 芒芽就是这个芽包 在这个地方 它就已经打不开了 里边没有任何的芽芯了 正常的这个芽 是这样卷起来的 它的叶片里面 是卷起来的 那芒芽呢 像这个只芽呢 你看它因为见光少 这里整个芽芯 已经没有芽包了 所以这个芽 是要剪掉的 你剪也行 这样直接抹也行 它后期也能长 但是呢 这没有多大的意义 朝外生长的芽点在这 因为它是外边的 然后这个也是朝里的 上面这两个都没有芽 那我就直接把它剪了 留下面这个朝外的 这只情况也是同样的 那我就直接剪了 这只也是同样的 留这个芽包在这 设计一只细弱枝 朝上的 直接就不要了 把它剪了 像这种细弱枝 朝上生长的 还形成了交叉 这种枝条就不要特别细 你看没法比了 跟旁边的这些没法比 就这样一步步非常慢的 这样去调整 然后呢 这上边呢 是被冻坏了的 下边的这个芽包 朝外的在这 在这里 然后这个呢 这只芽呢 也是僵掉了 这种芽包是打不开的 这种芽包是打不开的 这个呢 直接就在分岔处 有个细细弱弱的 这个意义也不大 朝外的在这 那所以我就直接 把这个剪了 然后让这个朝 把这个剪了 然后让这个朝外的生长 这旁边的这只一目了然 这个是饱满的芽包 顶端 修掉 这只也一样 那这只剪完了以后呢 它又会涉及两只打架 那朝里的这只 就不要 留这只朝外的 往这个方向生长的 上边的这个也是 这只也是 这只也是 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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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芽包上冒两个芽点的 把这个弱的抹了 留这个 留这个好的 顶端优势 留这个最饱满的 一个芽点上冒两个芽 就认为 那它后期不是分支多花 就会大吗 不是的 顶端优势只会供给一只强的 另一只永远都会是弱的 弱的那只呢 不会开的好的 我把旁边调整完了以后呢 再来细剪 像这种 细弱的剪了 然后这个也剪了 剪了 然后呢 它这个同样的情况 这个也是芒芝剪了 芽包在这 这只芽是好的 它的叶片里边还是卷的 然后这个也剪了 这根枝条上面 一二三 三只芽 然后中间的这个剪了 后期生长的话呢 它空气对流会更好一些 像这一类只芽 你看它下边这个叶芽在蒙发 上面任何芽包都没有 那像这样的枝条的话呢 养分肯定是集中供给下边的这个芽 上边的这些芽后期生长中不但生长的慢 而且呢 因为增强养分还会影响到下边的这个芽 那你可以剪了 但是呢 你剪了以后呢 又会涉及到 它毕竟是草里生长的 在中间 那这这只芽意义不大 所以还是建议直接就把它剪了 不要了 虽然不是细弱枝 但是它意义真的不大 所以可以不要了 接着的话呢 就来进行个精细的调整 比如说这一根枝条 细弱弱的旁边这个没有意义 保满的芽包在这 然后这个就留 然后包括这个也是细弱的 小的 同样的情况 这个也是长不好的 打不开的 后期也会形成芒枝的 它不是芒芽了 直接芒枝 修剪的时候 一定要保留这个枝芽 芽包 都是朝外生长的 朝外的切剂 因为预计比较容易生病 里边的空气对流好了 那以后的这个病虫 还是会少很多很多的 修剪是技术活 每次下剪刀之前呢 一定要养成先思考的好习惯 再下剪刀 遵循基本的修剪原则上 再进行灵活的调整 这个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我的这盆微月 那就修剪完了 轻剪 为什么轻剪 就因为它的珠形是有的 然后呢 这个下端已经是木质感了 整个珠形是饱满的 所以不进行重剪 枝条稀少的若苗才需要重剪 要是进行强剪 比如说你上面的分枝 稀稀拉拉的特别少 那你要想让下边能刺激出 更强健的枝条 那剪的话呢 就是留到二几分之 直接这么剪 然后下边一定要留两三个牙包 是这么剪 剪到这个高度 剪一半的高度就可以 至于如何正确的换盆土 这期视频就不多说了 去年我有做过一期 非常完整和详细的 感兴趣的话 又可以翻阅下方链接 我现在先脱盆 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边的根 然后在控水的状态下 它很干的 非常干的 你看轻轻一涂就好了 修剪之前一定要控水 开始长出一些白色的毛细梗了 所以它就开始萌发了 月季都是这样 只要温度一上来 五度以上 很快就很容易进入萌发的状态 土壤当中有过多的水分 不进行控水修剪的话 这些切口 切面处呢 就不能很好的自然干燥愈合 天气一冷 就很容易造成伤流 水分养分都会从这个切面处 往外溢 后期的话呢 就直接就会黑杆坏死 所以在修剪之前 尽量的控水 盆栽花卉过冬 一定要控水 我还是会用这个 这个大小的花盆种植 我不给它根换大一号的盆了 春天换盆 我可以把它的这个根 松一松 不去伤它 但是要松一松 这样呢 更利于 它后期萌发阶段呢 吸收的更好 生长会更快 图表上面 给它松一松 这个微月长不大的 它没有什么组根 看不到组根种了三年了 这一盆 爬出来的话 就这么小的根了 控水 你看里面完全没有水分的 整个冬天 几乎都是在控水的状态 很干 非常干 配土上面就也是要肥沃 疏松透气 一贯的原则 放了配好的土 那以后呢 我会加一些 月季专用肥 这个是很普通的 月季专用肥啊 它的蛋铃甲比例是6比6比4 它里边呢 基本上是有机跟化肥 同时混合的 我会加少量不多 在它这个花盆的最下边 这样呢 在它后期生长的后阶段 当它要开花的时候 那个根往化盆底部扎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养分就起到作用了 买一些适当的底肥 是有必要的 把这个肥 要跟下边刚才那个 土混合一下 让它均匀一些 这个时候呢 必须要再铺上一层 没有花肥的 这个土 盖住 不要让这个根直接接触到 刚才的那个肥 然后再把它种下去 我放到桶里边啊 这样的那个这个 配好的土呢 不至于撒得满桌都是 为了这个搬进搬出的方便 所以我很多盆栽的 基本上都是用塑料盆 排水性好的塑料盆 夏天呢 我都会用套盆的方法种 看过我视频的话 有都知道我都是这么种的 因为要过这样搬进搬出 相当的麻烦 这盆微月呢 浇个定根水就完成了 现在户外的温度 晚上还会在零度左右 白天七八度 还不能放置在户外 因为户外温度还是有些低 我会继续放置在阳光房里面 是非常适宜它慢慢生长的 春天的时候 户外的那些月季没有萌芽 但是阳光房里面 因为温度相对来说 是比较暖和一些的 然后不受冻的 那它的生长速度呢 就会快一些 开花的花期也会提早 这个就是把盆栽花卉 放置在室内过冬的好处 那么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龙年新花怒放 身体健康 岁岁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 谢谢